发怒,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,烦恼,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,后悔,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残自己,忧虑,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,孤独,是用自制的劳房禁锢自己,自卑,是用别人的长处诋毁自己。 定期这些,你会轻松许多,有目标的人,走得再满,也是坚步,徘徊纠结的人,心里在急,也是徒劳枉然,方向错了,听下来,就是坚步,该得到的不要错过,该失去的,再拖的放弃,过多的在乎会将人生的乐趣减半,看淡了,一切也就是然了。 执着其实是一种负担,甚至是一种苦楚,计较的太多就成了一种羁绊,放弃,不是放弃追求,而是让我们以豁达的心去面对生活,我们的快乐,人与内心的真实,做最好的自己,我们的不幸,接应内心的浮躁和空虚,人比人气死人,每个人都有长处,一肉不足,厌陷别人的风光, 追选身外的幸福,尽数痴迷之人,世间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,你在不堪,也是独以无二,无需自清自荐,生命的意义,在于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,做最精彩的自己,别哭求,因为没人会给你钱,别喊累,因为没人会帮你做,别想哭,因为大家不在乎,别认输,因为没人希望你赢, 别靠人,因为只有自己最可靠,别落魄,因为一堆人等着落井下石,别挥手,因为看到的是未修复的裂痕,别离愁,因为只会开下眉头却上心头,别低头,因为地上没有黄金只有石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